我们的病人最常见的就是体重会下降 所以营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建议大家能够在饮食的部分 能够少一些油 少一些糖 吃得下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是白血球减少 化学治疗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预防感染 在平常自我观察的部分 我们要来先监测有没有这些状况 是不是有发烧超过38度以上 或者是喉咙痛 感冒 咳嗽这些感冒的症状 或者是结小便的时候会有灼热感 以及拉肚子腹痛的情形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学会照顾自己呢 例如第一个是 我们希望尽量不要到公共场所 如果真的非必要到公共场所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还有就是我们吃完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刷牙跟漱口 保持口香的卫生 平常要养成多洗手的习惯 在平常吃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尤其避免生死 一般来说如果在化疗期间呢 有耳心呕吐的情况 我们建议大家能够尽量能够避免这些容易引起耳心呕吐的食物 例如说味道很浓烈的食物 或者说是很辣的食物 这些都会让病人觉得耳心呕吐的感觉会增加 还有就是一些环境 希望那个环境能够空气新鲜 避免有油烟味的环境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平常我们要怎么样选择这些食物呢 我们希望能够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食物 例如说这些食物是容易消化的 像青粥小菜啊 或者说是细面条容易消化的 以及柠檬鱼啊这些 那希望用一种少量多餐的方式来进行 如果呢有一些口腔黏膜炎发生呢 这些状状呢大部分都是会有一些红或者肿 或者疼痛的情况 尤其是如果有到溃疡的程度 大家就要多加注意 除了这个之外呢 能够保持口腔的湿润 比如说您可以拿着水杯随时补充饮水 然后保持口腔的湿润 要怎么样清洁自己的口腔 除了在三餐饭后跟睡前要刷牙之外 我们在选择这个牙刷也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能够选择小的而且是软毛的牙刷 这样子的话能够清洁到口腔的每个角落 如果说您的牙刷比较硬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你将它放在热水中30秒 把这个牙刷泡软了 或者说是你的口腔真的蛮痛的 已经没有办法用牙刷了 您可以试着用纱布包着自己的手指头 好好的清洁 那么您口腔黏膜炎的状况就会改善 如果是化疗的副作用的状况呢 我们要注意到它拉肚子的情形是否有增加 如果每天呢就是拉肚子的状况增加四到六次以上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甚至呢需要提前就医跟医生做讨论 你要如何监测跟照顾自己 我们平常试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清淡 然后少量多餐 再过来是要补充电解质水 也就是说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去买市售的运动饮料 然后加以西式乘两倍的电解质水 那平常的水分补充呢 希望能够到2000cc或2500cc以上 这样子的话可以避免脱水的情况 没有最健康只会更健康 快上LINE官方账号搜寻华人健康网